说出来我就必须承认个大前提 我说这个前提本身错误 但是现在中国的大学 在实际上还做不到这一点 还实际上做不到 跟整个社会利益体系 不是做够的距离 因为我们一方面有点像 中国政府的行政习惯的延伸指南 另一方面 又是加入了所谓经济体系 我们现在人类的经济 有一种新经济叫低色经济 那么知识经济 我是承认这个现象是这么说的 在知识经济已经兴起的情况下 某些大学的实验设计上是工厂 是有待生产 叫新的专利的工厂 那么那个老板叫老师 叫老板 很有道理的 他也被经费 临到这个小工厂 然后从事知识经济的活动 那么这个你把它放在大学里 也不放 放就放了一个 放两三个也不慌 如果全死 这还要他 那么哲学肯定不能成为知识经济的一个组成工厂 他无法为知识政策 做出任何贡献 那么这个哲学大学是不能存在的 如果不存在大学 对不对 没有 所以你看知识分子 这个传统的维持 要通过大学 好 假如大学不维持 知识分子的继续存在的话 我们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呢 有的 叫民间思想家 也会有的 我们这个民族能多了 各种外人都有 上帝不要在大学里 他在他家里的这个五六个平方的小个楼里面写一些东西 然后寄给我的一个新的哲学习起来 我也看 好 虽然你应该几乎他很方便 但是我觉得这精神可佳 他正在用哲学来思考当下中华民族的根本问题 然后我就跟他同心了 同心了以后呢 我的意思是说 我并不是说我有权威你们的权威 而是说你的新的想法 有可能在哪种书上 去寻找一种可能的道理 我论位指点一下 然后我就等待他作为民间知识分子 成长 造大 然后我有造业威 不但不需要这些学习了 我就加入他 对吧 一个伟大的民族 把他的所有的大学都降到民生业培训所 不再成为精神中心的话 这个民族的精神还会在 但这个民族竟然在民间 而整个民族这样做 就是在精神上自我帮助 让这个民族的思想的适应取决于偶然性 取决于少数偶然的具费着天下关怀的心 当然在学校里面是肯定培养出 培养不出哲学家的 就像中文系培养不出文学家一样 但是他守护什么 守护我们这个民族的人文思想 学问和真理 追求真理的那个方式和尺度 守护无种传统 那叫传承 这传承恐怕离开大学的话很难 真的是很难 至少我们要挥霍一种讲学的传统 大学不能讲学到别的地方去讲学 民间也会自己搞讲坛的 但是我们大学更应该做这样的事情 这是我们当仁不让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大学知青春的第二个方面 就是证断期待 引领社会 而却不是圣语社会 第三 关怀天下之灭命 这继续在那边 这继续在那边 这第三个方面 我们要在一个比较深刻的层面上来理解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崇尚科学 但是我们今天所从上的那个科学 它的根基是沙滩 这种科学的存在方式和它的知识展开的方式 脱离人类的命运 脱离一个民族的命运 这种状况已经由德国的20世纪的哲学家胡逊 从根本上讨论过 胡逊晚年有一本书 小车子 这本书的书名叫欧洲科学的危机和鲜艳现象 这本书不把大家有机会的时候去看一看 它并不是过分的哲学专业化的表述 它是坦率地讨论当今人类的科学 它的根基上所出现的问题 所以它说 现在科学 欧洲科学在根本上陷入危机 那么危机是什么呢 因为这种知识是这么的来的 这种知识并不扎根于人类命运的本着正向 它是把这个自然界数学化 对自然界的数学前的领会 下来是一个人类或者一个民族 它的文化创造的根本源泉 现在我们把世界放到数学公司里面描写 比如说这叫创造 它说科学进行走向一条旗图 所以我们想 我们在亨战大学这样一个大学 如果它有真正的大学精神 那么第三个方面它就应当能够责面命运 第一个民族 在它命运的道路上 需要有时候要做出命运的决断 这个命运的决断 首先由谁来表达 我最先领会它 大学 大学中的知识分子 大学中能思维的头脑和能感悟的心灵 他们在知识的事业里边 争议的事业里边 同时在回答时代的挑战 我们不但大学 无论从它的科学研究 还是它的人才培养这两个方面看 都不能脱离这第三个方面 天下官网 我们不但大学的学生将来毕业了 走到社会中去工作 实现 那么我们是怎样的人呢 我们也可能去经商做企业家 我们也可能是某个集团企业的白领 我们也可能是政府机关的公务员 我们是企业家 那么就是我们是懂康德的商人 如果我们是政府公务员 那么我们就是由天下关怀的关系 总而言之 经过一个真正的大学精神的熏陶的 每一个学生 所谓人格的养成 他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学精神当中才能养成 用那个朱克证的话说起来 我们大学固然要培养一生工程师之类的专家 但是我们更要培养的是什么 能主持峰会转移国运担当大任的领导者 这三句话说得很厉害 主持峰会 就天下是峰史 转移国运担当大任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大学是精神 第三个方面 就是关怀天下 折面命 我们向来在命运之中 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之中 我们不能以为自己是世界共鸣 好像这个全球化 今期的全球化 必将带来文化的全球化 文化的全球化 必将把民族之间的界限消失了 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民族差别 抹平了 这不可能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首先我们无法用这种世界语来代替各个民族的女人 对不对 汉语我们就永远说汉语 说有一天我们不说汉语了 全世界都说英语了 这就不可能 我们在我们的汉语中就在我们的精神家园里 没把语言精进判成是工具 我们在一种语言中 一种我们的母语当中 我们就在这种关于世界的七种经验中 就在某种最基本的人生态度中 一个以英语做母语的人和一个以汉语做母语的人 基本的世界体验不一样 基本的能生态度也不一样 这是企业 其而宗教 宗教的 我今天晚上有听一个 周围珍老师他说 语言对他来说仅仅是一种工具 他说汉语和英语 还有俄语 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区别 他这个话呢 我不能同意 但是我现在如果批判他呢 他有没有回接的机会 我觉得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件事情 是非常简单的 哲学的点见 或宗教的点见 原则上是无法翻译的 我们中国人关于国际贵境系 有一些基本的观念 在汉语当中找不到现实的词来表达 怎么办 你们去打开国际 现在还保留着相当多的一名词 波罗密多 波罗 波罗 摩纳斯 阿拉耶斯 不能翻译说明什么 就是在汉语中的这个民族 他没这些词汇是什么意思 说明他的思想确实有办法 第二 语言 我们不说言语 不说speech 说内入语 它就是词汇系统加上聚发结构 我们汉语的聚发结构 和英语语的聚发结构是不一样 我们的每一个